这个淡血鱼上面 我们从来不吃外地的鱼 这是邓庭湖周边 养殖的那个生炭鱼 外地的鱼生的我也不吃 不好吃 我们吃不惯 没有吃 我们一般拿来喂猫 外地的淡血鱼 看到没有 海跳 这就是我们东庭湖周边的 那个乳座鱼的爱马仕 批的位置 批的地方都没有这种鱼 只有我们湖南湖北 东庭湖周边才有这个鱼 鱼侠跳啊 鱼侠叫 要有核鱼做起来的品质 茶远长沙雪 又是五湯鱼 咱们一天每天都是 现沙现做的 咱们这个新鲜的鱼 所以说口感非常好 现在我们进行这个 整个清洗 清洗炒饰 鱼的话是 鱼是 鱼是 今天现沙的 然后我们等一下 等下去 这个是 今天打到的 一现沙 对 我们这个鱼都是当天的新鲜鱼 现沙 现腌制 你看它的鱼味 味道特别鲜 这是我们三十万的大烤箱 咱们一次可以烤 三千条 两个烤箱可以烤六千条 咱们一起有八个烤箱 像咱们每个烤箱 一天可以烤三千多条 咱们有八个烤箱 湖南的建满鱼啊 一年做出来 估计都绕地球绕几圈 老板 你是不是在吹牛啊 吹牛啊 我见过的鱼鱼 比你们吃过的米饭还要多 这就是我们烤了二十几个小时啊 烤的很干啊 里面的水分全部都出来了 烤的像牛肉干一样的 所以说吃起来真的 牛肉干还好吃 它比较新鲜 又有鱼的鲜味 又有牛肉干的嚼劲 再把这个卤汁啊 卤到这个鱼里面 咱们是将满鱼历史非常悠久 咱们的工艺是由将满鸭的工艺演变而来 2500多年的历史 咱们鱼 鱼的工艺啊 也有将近百年的历史 做这个鱼 它跟将满鸭还是不一样 它的卤料啊都是有自己独特的配方啊 所以说 卤出来的那个鱼肉质鲜美 回甘 吃在口里啊有回味 咱们是什么用起重鸡啊 因为这个一锅还是有200多斤 所以说还是要起重鸡把它挤出来 因为这个鱼啊 它会吸满这种卤汁啊 肉里面吸满卤汁 就比较重啊 我这个给的太足了 这个鱼 这个鱼蓝的部位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什么刺 这个鱼蓝的部位应该是可以直接就可以吃的 就像吃鸡腿一样这样的咬 看 吃起来跟牛肉干 我居然吃鱼 吃出了一点牛肉干的感觉 没想到这个鱼的话 它居然腌的 跟那个风干牛肉一样的口感 这个是可以 这个是必须要点个赞的 我居然不想咬 这就是一个鱼就像这样的感觉 感谢观看